我们今天要学的是怎么能够有一个觉悟的人生 现在要写觉 我们现在学佛 什么是学佛 什么是念佛 念佛是念什么 念什么 念觉 所以我们说佛是谁 佛是谁 佛者什么 觉 所以你要人家问你什么是佛 你不能说神啊 你也不能说 你都不能乱讲的 佛是觉悟的意思 你不知道一个佛教族都不知道我们在学什么 我们在学觉 你要人家问你在学什么 我在学觉悟的智慧 那这样我们就没有迷信 佛教它是一个 宇宙人生真相的教育 那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个 所以今天我要讲一下什么是觉 让大家有一个体会 说不定我们可以更觉醒 过更觉醒的人生 好 那这个 这个呢 它是由我们有一部论 叫做大圣起信论 那这个是马明菩萨 他是在中印度的时候 印度人 他是佛陀灭度后六百年 出现在印度 那他是一个变才无碍的论师 他变才无碍到什么样地步呢 他呢 他就是有一次讲经 皇帝叫他讲 国王叫他讲丁 然后讲经的时候呢 有七只 饿了六天的马 听到他说法 饿了六天喔 听到他在说法就怎么样 就很大声感动的 感动的就叫马明 所以他就叫做马明菩萨 马明菩萨 他是我们中国很大一个大圣的法师 所以我们叫马明菩萨 还不是普通 是菩萨 那他就写了这个大圣起信论 他就是把佛陀讲所有的大圣法 都积极在一个论当中 所以他是特别好的一个论点 你要是不相信你的佛性 你就要赶快学习这个大圣起信论 会让你对你的佛性 有无比的信心 你就知道你真的是有佛性 你真的是不可思议 而且你真的是快要成佛的人 那对自己就很有信心 你也会活得很有希望 很快乐 很觉悟 好 那这个他在里头 这个很大一不论啦 好 我只是节路一点点 给大家品味一下 品味一下 那因为他很难 很多很多名词 但是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讲 那这个所谓的觉啊 我们通常讲有四个觉 四个 四种觉 所以这个光起来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本觉 再来我们呢 突然又会变得怎么样 不觉 然后呢 学佛以后我们叫什么 始觉 开始觉 成佛以后叫什么 究竟觉 大家很聪明 很厉害 所以他就是 所以我们本来就有佛性 但是怎么样呢 突然 突然一念的 不觉 就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心就怎么样 就动一动 就是什么 太无聊了 太无聊 像我们 你无聊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有的人会翻冰箱 有的人会怎么 开电视 开电视 有的人会说 早上没有要讲话 聊天 聊天 看着我的风 就是无聊 无聊 你就动 其实他本来怎么样 好好的 本来就好好的 他本质亲近 本质具足 本来就是一百分了 但是呢 本具的真如 为什么叫真如佛性 我们这个本具的佛性 我们叫他真如 当然他有很多的名称 如来藏 佛性 本性 心性 这个都在讲我们这个真实 如实的心 就是说 只有他是真的 宇宙万物当中 我们刚刚讲的所有都是假的 妄想 是编出来的 只有这个真如是佛 是我们宇宙的本体 所以叫做本具的真如 他不是哪里来的 或是你修出来的 他是你本来 你现在就有 你坐在这里 你就有 你就已经跟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是一个体性 你们是同等的 一样的 你先要相信这一点 这个就叫做本觉 这个本觉很重要 你只要相信你本来就是 你本来就有 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你现在就是 就是 就是一个佛 就是一个佛的本尊 OK好 但是 因为我们不能够真如不守自信 他不能够安住 乖乖待在那 他就会动 心就要动 心有所欲动 所以就是一面不觉就生三性 境界为原长六出 但是我们不会讲的这么细 我们就讲比较简单的 就是你动了以后就变成了不觉 那这个不觉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 这个不觉是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会一直这样子不觉 我们为什么会每天这样过日子 有没有人想过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其实它是一个污染的讯息 其实我们每天 你不知道 你这个本来好好的心啊 它其实每天有在受污染 就是你不觉的话 它每天都是在受污染的 那所以这个叫做染 染法的熏息 熏息 就像你好像交了坏朋友一样 你每天就是跟坏朋友 你没有跟佛在一起 所以你每天就是过这样子的日子 所以这个叫做染熏 那染熏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 本来的这个佛性啊 它是本具的 所以这个不觉呢 有四个步骤 有四个主角 第一个主角就是本来的真如 它本来好好的 但是它动了以后 就会生喔 它就生出来的什么 无名 其实无名哪里来的 其实本来没有这个东西 是你的心一动 就生出来了一个无名 这个无名也不是真实的 那什么叫无名 无名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 不明白你有佛性 你突然忘记了 你去跟人家讲你有佛性 很多人都不理你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就是开始无名了 那你一无名 你就开始什么 开始轮回 一有无名起 你的念头一往无名转 它就是轮回的开始 所以是很恐怖的一个讯息 很不好的一个讯息 所以第二个 所以真如生出来了无名 那无名呢 它呢 它想要长大 所以它们在比谁的视力比较大 谁的视力比较强 所以呢 真如它喔 它会怎么样 它会继续生出来一个什么 妄想心 真如它 它要它自己能够存在的更好 它会让你生出很多的妄想 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 分别这个分别那个 它会叫你一只一只打妄想 它才能够延续 你不打妄想 无名还没办法生存 所以它必须要怎么样 增长广大 所以它就会长出一个妄心 都是它自己生的 都是它自己生的 一个生一个 一个生一个 然后呢 妄心生出来之后 还没有停 这个妄心还会生什么 妄心还会生喔 它会生出妄境界 什么是妄境界 妄境界就是六成 它会生出色身香味触法的六成 给你去怎么样 攀缘 我们这个妄想心也叫做什么心 攀缘心 它就会去攀上去 因为它要生存嘛 它就要长一个妄境 给你一只去攀 你喜欢 你喜欢不喜欢的妄境 人事物 世间上的恩恩怨怨 你就是一只想 一只的 一直是记住它 一直去分别 那这个 这个四个 这个四个主角呢 就好像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一个 一个 这个本来是妈妈 这个本来是妈妈 那结果呢 它生了一个什么 一个坏儿子 你知道吗 这个坏儿子呢 坏儿子 它会做什么 所以它有三个步骤的熏悉 三个步骤的熏悉 这个坏儿子呢 会跑回来 想要灭掉它的妈妈 它不要它在 因为真如是完美的 它不喜欢它 它就会 开始怎么样 回来熏悉真如 告诉你什么 哎呀 你没有佛性啦 你都充满了贪嗔痴 你灭障深重啦 你什么都不会啦 这个喔 就是什么 你的什么 你的什么在作用 你的无名 在熏它 熏你的真理 就是在污染它 在污染它 想要污染它 把它灭掉 所以 不要相信这个 无名生出来的想像 不要否定你自己的佛性 这个都是无名 当你生出无名以后 你会怎么样 你还会跟世界对立 你会有很多的分别心 你从谈生你我的对立 这个也就是无名的显现 那你有这个 这是第一层的熏息 第二层的熏息是什么 是妄想 这个妄想 这个妄想就是这个心啊 一直贪人啊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是熏无名 OK 就是说妄想呢 又会跑回来怎么样 加强无名的势力 他又把这个妄想呢 他就会怎么样 让你怎么样 一直想一直想 你知不知道 你越想这个人欺负我 你会怎么样 越生气 越想越生气 这个是谁弄的 谁弄的 对 这个是你的 你的妄想心 在熏 在增加你无名的力量 所以你会怎么样 越想越生气 好 所有的恩恩怨怨 其实都是你 你自己不断的去想出来的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妄心在动的时候 他就会这样 在增长广大 然后呢 第三层的熏息是什么 是这个妄境界 这个六层啊 又会回过头来 加强妄心的力量 就是说这个境界会怎么样 会叫你一直去攀援它 就是五欲六成的境界 会让你很喜欢 会让你很喜欢去攀援所有的财色 名 史 税 让你不断的熏息这个的外境 有的人喜欢什么 很攀援什么 他的财 钱 每天就是赚钱 对不对 然后有的人就是喜欢什么 名 名 名声 为了名声什么都做 一辈子就是为了一个名 然后财色名 然后食 财色名 色 把色这边来讲 财色有的人是叹言什么 女色 他一辈子的境界就是什么 女色的境界 然后呢 食 有的人就是什么 爱吃 爱吃活的什么什么 那就是哪天活在想要吃什么 那有的人就是财色名声 睡 就是喜欢怎么样 休息 偷懒 我能够多休息 多偷懒 多好 他就不喜欢精进 也不喜欢修行 这个全部都是什么 忘境界 在虚拟 让你怎么样 让你这个怎么样 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怎么样 对 他就越来越小了 这个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在什么 你们有没有玩过拔河 这个是在拔河 但是你这边看哪一边赢 真如银 还是无名 跟妄想 跟妄境界 银 那我们每天都是在这样子 但是我们不自知 我们不自觉 那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轮回 所以 马明夫他讲的很细微很细微 这个已经是讲的最简单了 不过还有很多很多层 但是我们就是透过这个 突然 你怎么想过 你为什么会这么不觉 为什么我们会 为什么会这么苦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苦 你们有没有觉得苦 你一个人 你说你现在完全很快乐的 举手 没有一点烦恼 这厉害 没有一点烦恼的 成佛容 不可能 我们都是有 就算有 但是也不是就近的快乐 就近的快乐是成佛 你才会真的一点都没有忧愁 一点没有人事物上面的纠纷 你有想过为什么 人跟人在一起一定要吵架 为什么家人就是合不来 或是一定要有纠纷 你们觉得这个日子很苦 我觉得很苦 是很苦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怎么样 不觉 其实是因为大家都不觉 才会我们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呢 就是让你突然 突然觉醒一下 突然觉醒一下 原来我们是不觉的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怎么办 因为我们很苦 很苦了以后我们会怎么样 有的人会想说 啊 我赶快去西方 不想 想待在这里了 这里太苦了 可是佛 他叫我们这样子还不究竟 因为你还没有悟啊 还没有从人生中悟啊 对不对 你要透过这个人生来悟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怎么样 你要开始怎么样 开始怎么样 学佛 所以这个是我们开始 从这个痛苦的人生当中 我们开始要熏习佛法 现在就是开始 我们要改变人生 改变世界 改变宇宙的 所有的问题 都透过我们的心哦 你就可以改变宇宙 你要有信心 因为你的心就是世界的本体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 什么 靖勋 这个是什么 染勋 这个开始学会叫什么 靖勋 所以开始觉悟 就是开始有清静的熏习 佛法的熏习 我们可能会开始持戒 开始念佛 开始修菩提心 我们开始了 我们开始 我们不要过这么痛苦的人生 我们要开始觉悟 我们要靖法熏习 让我们的真如怎么样 显现出来 增长广大 佛的本意 就是要我们大家都成佛 他就是他的本怀 让我们大家都跟他一样 可以成佛 所以我们开始学佛 就是要开始向佛 那这种开始 这个靖法熏习呢 有两种 所以 染法它有三个节奏 只有步骤 靖法有两个步骤 那这个靖法熏习呢 实在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神奇 马密布兆是不得了的人 他这个写得非常好 他这个写得非常好 所以呢 这个我们有两种 基本上有两种熏习的方法 那尤其我们学了 维世玄 你就会知道 这个第一种方法呢 是透过你的阿莱第八意识 第二种方法是透过你的第六意识 去想 去想八国地心 那什么叫透过你的第八意识 就是说 其实你的第八意识里头 有真如的种子 有清静的种子 那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很自然的 献出不可思议的像出来的 那这个就叫做 真如的熏习 真如 阿莱叶是中间真如的种子 它是可以跑出来的 它是可以熏习你的什么 无明 让无明怎么样 越来越小 你不存在 达忘本空 你是假的 你根本都没有这一回事 我本来就是真如 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大 它是视力就会强 所以你要常常 那这个怎么熏呢 它有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呢 叫做自体向熏习 就是用体 用体上面上面熏 一种是用上面的熏 体向用嘛 对不对 一种是体的熏习 第八意思 体的熏习 一种是用的熏习 那这个 你其实很容易 很容易 对 什么叫做本体的熏习 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 我这里写禅修啦 其实就是打坐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冥想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本来就有佛性 而且只要透过把心怎么样 怎么样 静下来 静下来 哇 它那个不可思议的功能就出来了 你知道你的心只要静下来 你的佛性就 你就会感受到你的佛性 它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能量 会出现在这个宇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你打坐 或是念佛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有气或是什么的 这个都是你真如它在运作 因为你本来就有的嘛 不是说谁有谁没有 每一个人都有的 你就是透过你的 这个宇宙的力量 跟整个佛性真如的力量 它就会加倍你 只要你静下来 对 你这里会有 对 在这边 你会有感觉 或是你共修的时候 也会有时候有感觉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本来 我们就有佛性的 那佛透过这个 你静下来 再加持你 所以要常常做 你就算每天 没时间也没有关系 你睡觉之前 你就是静下来五分钟 都不可思议 那静下来五分钟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就是坐在那里 就什么都不要想 然后你就想你的佛性 佛在加倍你 这样就可以了 你的 你真有真如佛性 你只要这样 你只要想着你的真如佛性 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这个就叫做自体向讯息 这是最容易 让你佛性开显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 什么是用讯息 用就是作用 好 什么叫作用的讯息 它这个是怎么样 因为你的佛性开显啦 它就会有作用 会跑出来 所以这个其实你不用做什么 就是说 你会有很多的外源 突然怎么样 突然到你的生命当中 帮助你开显你的佛性 你可能会碰到 什么什么什么 菩萨 突然来加持你 或者只是你的家人 但是跟你讲了 讲了某些话 或者是帮助你修行 或者是帮助你教你怎么念佛 或者是怎么做 你突然就有点开悟了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有不可思议的妙用 这个是马云通常讲的是 你有不可思议的很多贵人会来 为什么 因为你想要开显你的真如 佛在宇宙当中最大的一个能量 是一个人想要成佛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能量 只要宇宙当中有一个人 真的在打坐 如果想要开显他的佛性 你会有好多好多的什么 菩萨来帮你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做用虚行 这个用 所以有体 体就是禅修 或是打坐 或是冥想 然后呢 用就是会有外面的 用是外面的 外面的贵人来帮你 或是菩萨 显现 来帮助你 那这个就是 我们第八意识 它那个业力 就会这样子显出来 开显的真如 然后呢 我们 通常我们用的方法 是这一个 叫做 妄心 熏 真如 那这个妄心 跟这个妄心 一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是 好的妄心 请问你 我说我要发菩提心 这也是一个妄心 对不对 因为我在想 我要众生无边试验度 烦恼无尽试验段 法门无量试验学 佛道上试验 这也是我要用第六意思去给它想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妄想 还是一个妄想 但是它是 它是在熏习佛法的过程 你必须要用的 那你又没有办法 你就是借甲 修真 所以这个是 好的妄心 就是怎么样 那这个妄心呢 熏你的真如佛性 就是你不断的怎么样 发菩提心 所以这里写的是什么 发菩提心 所以它有两种 一种叫做分别 分别夜事熏习 造业的夜 神事的是 分别夜事熏习 跟义熏习 那这个分别义事熏习呢 是凡夫跟二生人用的方法 就是它是怎么样 它是比较 比较微弱的 它是比较 比较怎么样 靠着一个出离心 它不是很大的普及 但是靠一个 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苦 我可不可以不要再过这种污染的生活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 我靠着我的分别心去怎么样 去翻转 去不要再过这么不觉的生活 所以这个分别意识是凡夫跟二生人用的 第六是用的 然后呢 菩萨用的叫做 义熏习 义 义熏习 这个就是大菩萨它会怎么样 它会像普贤菩萨一样 发很大很大的普及心 希望一切众生都怎么样 都能够离苦 都能够得乐 它就是发很大很大的 不可思议的那个普及心 真的吸除一切恶道苦 等于一切群生乐 真的心里头想要怎么样 希望我可以 把三恶道的苦 都把它灭熄 希望众生 怎么样能够究竟的得到安乐 生病的都可以不要生病 痛苦的都可以不要痛苦 这是不是要靠你第六是去熏 是要熏的 那不断的这样子熏 那这个是菩萨 这个比较勇猛 分别意思是比较弱一点的 比较弱一点的 但是两个都可以 都可以让你怎么样 禁法熏习 让你这个真如佛性呢 会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显现出来 那透过这个禁法呢 不断的熏习以后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成佛 得到究竟的快乐 觉悟就是快乐的意思 你醒来了就是最快乐的事情 就可以成就 这个是真正正得了你的佛性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始觉知智 是合了本觉之离 所以这个是在讲什么 始觉的智慧 跟本觉的离体 两个合了 合了就可以成佛 就是这么简单 只要这两个合了 你就是要成佛的人了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 你这个合了以后 你这个就怎么样 这个箭头就怎么样 这个就是跟这个是怎么样 一起的 对 所以呢 马明菩萨他说 他说 他说这个本觉 始觉 究竟觉 其实怎么样 只有什么 就是一个觉 其实到了来 到了没有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觉悟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个明白的这个 本觉 始觉 究竟觉 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去什么方向 你这辈子怎么修 你要怎么样开心你的佛性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 学习这个觉悟的 觉悟的人生 那 最后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喔 有五百个猴子 五百个猴子 住在一个小村庄里头 那这个五百个猴子呢 有四百九十九只都是一个眼睛的 只有一只 怎么样 两个眼睛 可是呢 因为大家都只有一个眼睛 所以他从小就被人家欺负 大家都很讨厌他 说这个是怪物 他从小就觉得很自卑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我真的没有用 我怎么会长成这样子 从小就很痛苦 结果呢 这只猴子有一天长大了 他就出去了这个村庄 结果呢 走到了森林里头 结果 啊 看到别的村庄的猴子 就一看 哇 哇 大家都两个眼睛 原来我不是怪物啊 谁是怪物 他们 他们是怪物 OK 这次告诉我们什么 你本来是 你本来是谁 真理 你本来就是两个眼睛 正常的你 是佛的显现 你现在这个呢 是一个眼睛 是那个不正常的村庄的人 你以为你都是跟他们一起的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是正常的我们 是完全没有不觉的 完全没有无名 也完全没有忘心 完全没有忘境的 所以你要先明白这件事情 这样子你已经成功一半了 只要你相信 所以要记得 你是几个眼睛 两个眼睛 你是很正常的 OK好 那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